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施方法界 关怀弱势族群 与照顾弱势儿童 以佛教因果轮回 培养正确人生观 残阳伦理孝道 提升社会风气 超越山头 跨越派系 须弥万法 环绕全球 坚持公平 公正 包容的立场 以传播正性佛法为己任 施方法界 卫士 斑皮小沙咪 名字叫吴华 老和尚与小沙咪 全否乐无比 师父啊 那道铁板杏包菇好好吃啊 我最喜欢吃了 每次我都吃好多 你喜欢吃就好 大辽的义工师兄姐 每次都很用心地煮好吃的菜给我们吃 我们都要有感谢的心 有啊 我每次都有用很谢谢的心 吃光我碗里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浪费哦 嗯 很好啊 浪费本来就是不好的行为 想吃多少就夹多少 只要夹到自己碗里的东西都要吃光 这我知道啊 而且 你吃光光所有的食物是对的 不过也要注意一下 别人有没有吃到或吃饱 你不要把别人的分量也都吃光了 如果因为这道菜好吃而忍不住多吃了几口 让别人没有吃到 这样就会犯了贪 撑 吃 这三毒里的贪了 啊 什么 汗吃也会中毒 啊 那师父怎么办 有没有解药可解 当然不是真的中毒 可是你有一阵子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蛋糕 也很像中了巧克力蛋糕的毒啊 哎哟 师父 你不要取笑人家了 好了好了 师父不笑你 如果害你生气 就又让你犯了三毒中的参毒了 师父 到底为什么贪心会中毒 生气也会中毒 这个三毒是佛教用语 又称三不善根 一指贪 撑 吃 三种烦恼的合称 这三毒啊 是世间一切烦恼的根本 简单来说 贪是贪心 撑是生气 而吃是愚痴无名 这些都是会阻碍我们精进佛法的哟 哦 原来是这么说的 所以 如果我吃太饱就会想打瞌睡 读书 做功课时就会精神不集中 就是因为我太贪心 吃太多啊 嗯 然后会因为功课做不好 生气而中了参毒 也因为功课做不好 没有学到新知识 不能了解经典的内容 而陷入无名 就是吃 你看 只是因为吃太饱 就一次犯了三种错误 是不是很可怕呀 真的有点可怕 我以后不敢吃太多东西了 吴光 你还在长大 当然可以吃多一点 只是吃饱了就好 如果吃不下了 就不要再勉强自己 不要让自己起贪念 学习戒除贪嗔痴 是的 师父 我知道了 如果还有铁板杏包菇 我还是可以吃 但是要注意 不要吃太多 你是不是这样啊 师父 嗯 是的 嗯 怎么了 悟光 读书读累了呀 嗯 怎么了 悟光 读书读累了呀 师父 这个经书感觉 好像有点难耶 你才刚刚开始在学 难免会觉得困难 不过没关系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上课又专心听老师讲解 下课之后又认真复习 就不会觉得很难啦 可是 我们的经典这么多 怎么可能读得完呢 诶 悟光啊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再说 读书本来就不是贪快 要一字一句地用心去读 才可以理解经书里的意涵 你以后 你以后也才能为人宣说佛法呀 啊 我还要为别人宣说佛法啊 啊 我想说就学一学 以后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在佛祖旁边听就好了 西方极乐世界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人往生之后才去的 你现在还活着呀 当然要为人讲经说法呀 奇怪 师父 我怎么好像常常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嗯 那是一个什么世界 在我们的阿弥陀经里 曾经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景象 那是一个美丽又庄严的地方 有漂亮的水池和宽广的阁楼 还有漂亮的鸟儿会唱好听的歌 佛祖在讲经说法时 天上还会飘落美丽的花朵 那花朵不但漂亮 还会散发出阵阵的香气哦 嗯 可是师父 那花朵这样不停地掉下来 很快地 地上就都是花了 嘿嘿 傻孩子 那花朵一落到地上 就会消失不见 这样一来 无论天上落下多少朵花 都不会掉在地上 而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总是都充满了香气 哇 好神奇哦 佛祖好像会变魔术了 可是师父 如果每个人都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会不会客满啊 如果我也去 我不会挤不下啊 我们释迦牟尼佛 有千百亿个分身化身 而西方极乐世界 是以佛的世界来计算的 我们可以统称为 娑婆世界 而这个娑婆世界 就好像有千百亿个地球一样 等于是一个宇宙 一个银河系 简单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娑婆世界的其中一个世界 你说 会不会客满 会不会挤不下啊 哇 真的耶 再多的人都挤得下啊 而且啊 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哟 要有慈悲心 修持自己的品格德性 用功精进佛法 并实施恭敬三宝 这样才有机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哦 那师傅有资格去西方极乐世界啊 也许哦 那乌光你要不要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啊 好啊 我们一起去 那师傅 我还要做你的徒弟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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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深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蹲蹲我的脚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脚来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大家一起来运动 爸爸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呢 哈哈 因为我们人活着就是要动啊 为什么人活着一定要动呢 因为运动才会健康 身体才会好啊 小朋友 大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咯 每天工作累的时候就要起来动一动 让你我她的身体都很健康哦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帅帅我的手来摔摔手 帅帅我的手来摔摔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深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蹲一蹲 抬抬我的脚来扭一扭 抬抬我的眼泪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今天下雨天气凉了 我要重来晒太阳 这个草皮湿湿通起来不舒服 你今下雨了好几天的雨 亲爱的菩萨 你是不是看到喜欢吃的东西 肚子饿饿才流这么多口水 人家说七夕会下雨 是因为牛羊之女 一年才见一次面 所以他们哭哭才会下雨 你怎么肚子饿那么多天 流那么多口水 下这么多雨 好啦好啦 我明天再把我的馒头留给你吃吧 虽然那个馒头刚刚硬硬的 可是却是我觉得 我们心里最好吃的东西了 所以你要答应我 不要再流口水了 因为我想晒太阳 破 对 我都忘记师傅 刚刚带我去提水了 等我先晒十分钟 太阳再去提水 我还有一个好菩萨 我心里沾大衣 有一天我心血来超轻他吃馒头 我手里拿着的馒头 我心里总开心 不知怎么 哇啦啦啦啦 我领得一山雨 哈哈哈哈 我光怎么这么聪明啊 以后我就可以靠写歌赚很多钱了 嘿嘿 我怎么能把小毛驴唱得这么好听啊 这首歌就叫做 小菩萨好了 哈哈哈哈 今天的太阳 也好像出了冰淇淋一样 怎么都冰冰凉凉的 我怎么越晒越冷啊 没关系 我也差不多要起来 提水进去跟师傅了 看我使出我神奇的力量 让乌光超人帮我提水吧 哈哈哈哈 诶 乌光 你要提水去哪里啊 小连女师姐 请叫我宇宙无敌 厉害乌光超人 谢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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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光 你在乌光超人的时候 要认真 尊敬 就像对菩萨一样 因为要当到乌光超人 可不是很容易的 你看 我现在提水这么厉害 就是乌光超人的神力啊 这桶水一点也不准啊 蛤 是 乌光超人 是 小连女师姐 请说 是 乌光超人先生 我是要告诉你 你的水桶裂掉了 你的水 全部都漏光了 只剩下一点点咯 啊 裂掉了 老乖 我怎么觉得 今天的水桶好金啊 你刚刚看到的时候 怎么没有告诉我耶 嗯 我看到的时候 本来就要告诉你啊 是你一直说 我一定要先叫你 乌光超人啊 而且还说了一大堆话耶 这个水桶都裂掉了 晒太阳啊 你去庭院晒太阳 在下过雨的阴天 对啊 我就想说 已经下了那么多天的雨了 好不容易雨停了 我就赶快出来 晒太阳啊 可是 今天的太阳公公 好像吃了冰淇淋一样 冰冰燃燃的 哼 说你聪明 怎么有时候 又笨笨的咧 谁笨笨 没有人敢说 乌光超人笨笨啊 好吧 你没有笨笨 但是 没有人会想要 在阴天晒太阳啊 而且 还拿着一个 裂掉的水桶去提水 做那么多事 根本就是 徒劳无功嘛 徒劳无功 是什么啊 徒劳无功 是指白费力气啦 就是 你白白付出劳动 却看不见成效啊 所以 你是说我白费力气 害我还停了那么远 都是很重啊 所以咯 我们做任何事 都要用对方法 才不会白费力气 和浪费时间哦 乌光啊 我不是叫你去提水吗 怎么提了两个小时 都还没回来啊 水嘞 耶 师父 水在这里啊 哪里有水啊 这个水桶里 只有一点点水啊 你是不是又偷懒 跑去玩了 难怪出去那么久 才不信呢 我才没有偷懒 师父 乌光没有偷懒啦 是因为他想说 这几天一直下雨 刚好雨停啦 他就跑去躺在草皮上 说要晒太阳 却不知道 阴天是不会有温暖的阳光的 然后啊 他提了一整桶的水 却不知道 这个水桶已经裂掉 就傻乎乎提着走 结果水就沿路漏光了 对嘛 那个水桶都破破的 还叫我拿去提水 真的让我突然无功啊 因为你做事总是茫茫壮壮 粗心大意 你去提水时 本来就应该先检查一下水桶 可是你却没有 拿了就走 那就是你的错啦 又是乌光超人的错 好了好了 人家下次会小心啊 嗯 其实啊 乌光这样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叫羊汤纸飞哦 羊汤纸飞又是什么啊 我只有听过羊肠离去 什么羊肠离去啊 是羊肠离去 你可还真会举一反三啊 羊汤纸飞的意思是说 办法不彻底 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治标不治本啦 小人姐姐 你不是说羊汤纸飞是有故事的吗 我要听故事 好 那就让我来说说 羊汤纸飞的故事吧 很久以前有个农夫 他在自己的土地上 盖了很多蜂房 饲养蜜蜂 有一天 他正在家里熬制蜂蜜 突然来了一位富翁 他非常殷勤地招呼说 你来得正好 我没有东西款待你 请你等一等 尝尝我亲手做的蜜浆吧 于是 他在锅中放下蜂蜜 又加了点水 开了大火 放在炉上开始熬蜜 经过没有多久 蜜浆已经滚沸 他为了使蜜浆冷却 只得向客人抱歉地说 很对不起 我正在煮蜜 等炉上的蜜稍微冷却 才能出来奉陪 请多做一会儿吧 他为了使锅里的蜜快点冷却 掀开了锅盖 用一把很大的芭蕉扇 拼命对着煮沸的蜜浆 大山特山 可是 山来山去 弄得满头大汗 可是 锅里的蜜浆 依然滚沸不止 他心里焦急万分 自言自语地说 奇怪了 蜜浆 为何老是滚沸不止呢 这个富豪的侍从 在门外听见了 就走进来厨房 一看见锅底炉火 还是猛烈地烧 不论怎么用力散 滚沸的蜜浆 是永远没有办法冷却下来的啊 所以 他问农夫 你不是希望 锅里的蜜浆快点冷却吗 但是 你只顾着在上面猛山 为什么 不把锅底下的柴火抽掉呢 哈哈 对啊 这个农夫这么笨笨 其实啊 我们都一样 有的时候 只看到眼前的问题 却没看见 根本上的问题啊 所以 只顾眼前或办法不彻底 都不是解决问题办法哦 无名烦恼 风吹起 菩提树也掉满地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早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早草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